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得獎的是 不要成語 把勾有鍾佳俊 宣布獲獎瞬間 兩位小主持人 開心地擁抱節目製作團隊 第五十五屆電視金鐘獎 二十六號舉行頒獎典禮 去年同樣獲得兒童少年 節目主持人獎的嘎咕蛋時光機 今年兩位小主持人 則以真誠自然的主持互動 及勇於挑戰的心態 再度得獎 一舉得下金鐘獎 這份榮耀其實是所有支持我 所有跟我一起努力過的人 要共同享受的 還有我今天非常非常感動 就是我能夠穿男奧群 最傳統的祖服來到金鐘獎 能讓大家看見 非常非常的高興 跟布亞一樣 可以穿上自己的祖服 然後在這之前 根本不敢想 布亞就說不行 我們要有自信 我們可以 我們是台灣寶島上的一份子原住民 然後能得這個獎勢是很開心 然後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獎項 兩位小主持人 陳宇跟鍾佳俊都曾角足金馬獎 如今轉戰電視金鐘 面對大型場合 面對大型場合依舊不確場 驕傲身穿傳統服飾出席 還加碼用一小段足語發表感言 好事成雙原是伊夫族誰迷了路獲得人文即時節目獎 節目以傳統文物跟人物地連結 喚醒族人的文化精神 具備深度議題 以及教育意義 深受評審肯定 台灣原住民族長久以來都面臨著被論述的狀況 就很榮幸我們在學著論述自己故事的時候 很多的原住民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回曾經的記憶 我們要更謝謝在部落裡面 願意面對這些問題 然後面對自己曾經有的傷痛 去找到真正找回自己的路 最要感謝的是在部落裡面 一直默默地在為自己的文化努力的那些部落朋友們 希望從今天開始 你們的努力可以真的被看到 獲得獎項肯定 原文會隨即發布新聞稿表示 將發揮廣電媒體職責 製作更多優質節目 讓世界瞭解台灣原民文化 避免為歧視及刻板印象再度發聲 此外這次電視金鐘 擁有排灣族協同的秀琴余子玉 以精湛演技拿下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配角獎 還有薩吉達亞族的吳秀梅 也以活潑自然的主持風格 奪得自然科學及原文計時節目主持人獎 讓原民實力在電視金鐘獎 綻放耀眼光芒 原時新聞 阿拉斯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